夜璇自从宣布拥有新男友之后,总是时不时在社交账号上分享口中的帅哥,带给自己的幸福或惊喜。 7月26日上午,夜璇与男友一起观看电影,虽然不是周末,但夜璇与男友似乎每天都在享受这闲暇时光,夜璇今天套路到为了让自己开心,男友把两人的日程都排到了三个月之后,夜璇在询问为什么要这么做时,男友的一句太多的是,想要跟你一起做献杀众人。 之前,夜璇一直被网游戏称为下降头,自己经历的感情生活也是跌当起伏,这次的夜璇似乎找寻到了自己人生的白马王子,男友对自己疼爱有加,备受关注,在夜璇的话语中能够感受到自己目前的幸福。 之前,男友逛商场购买的大批童装,让不少人怀疑,是不是夜璇已经怀孕,夜璇本人对于网友的疑问也从不反驳。 因此,不少本次网友纷纷认为,夜璇怀孕应该把酒不离时,夜璇男友除了带夜璇平日的逛街、旅游,更是大手里送好债。 对于在夜璇身上的花费丝毫不吝啬,现在的夜璇是幸福的,自己在社交账号上,时尔晒出的自拍照,也是满面春风,闯荡娱乐圈多年的夜璇,虽然近段时间逐渐降低,但是能够在这段时间,遇到新男友是幸运的。 本文为娱乐小小看,原创独家发布于企鹅号平台,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、抓据、抄袭,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本企鹅号,转发此文章,免责声明,文中图片影子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FIT&免责声明。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古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